高中生母親上午9點出現在 台中地檢署偵察庭門口 因為關於兒子的驗屍鑑定報告 已經有了結果 母親感謝各界對兒子的支持 全案爆發兩星期至今 他再次開口 語氣顫抖 不難看出對兒子的關心 和不捨 五一高中生案諸多疑點 包括手上不明針孔 脖子勒痕 全身無明顯外傷等等 都在等驗屍報告來釐清 這個應該是一個雄殺案 這不是人手手手手 在這個晚上要把它吹 要把它拖 要稍微有掙扎 還是拿來拖 拖來拖來拖來拖去 對此 法醫研究所上星期五 六月二號把解剖經歷報告 以罪速件送到台中地檢署 檢方星期一六月五號收件 隨即發傳票給家屬 六月六號開偵查庭 不過據瞭解 鑑定內容和高大城的說法 出現落差 今天主要是遵照檢察官 傳票的命令然後來開庭 那至於開庭的內容 要等開完庭之後才會知道 偵查庭到中午還沒結束 外界對報告內容不得而知 奇怪的是同一個命案 檢方卻連續開兩個不同的偵查庭 是不是又另外傳訊相關人等案情 不說迷離 華盛信華的許一文 無疑者A情形小組台中報導 謝謝 謝謝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崭新誓言